来 镜头切回来 这个多好啊 这个身体还挺好的 这个身体刚刚的 我没干的问题 我说上医院干啥的 他能否有地方 扛你去走 扛我就走了 有啥事他就可以了 能 能 对不对 我是想这么说 从男嘉宾刚一上场一直到现在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各个条件都谈得非常非常到位的同时 唯独忘了谈一个条件叫爱 我需要这样的人 我就需要这样的人 这样啊 男嘉宾第二段感情 对你的伤害挺大的 是吧 好像说就是第二段感情 他就入到人家去了 结果借人篱下的生活 给他带来了心理上的一些压抑感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想问一下 你第二段会议到人家去 是啥事都干吗 啥活都干呢 啥活都干 全的工资全交一下 啊 结合工资全交对方了 半年左右吧 离婚 说说不是说 您跟第二任妻子 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是因为他 他说是陪我站两个月 我说出了 拼他 你当时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有感情吗 你喜欢他不 那你为啥跟人家 28中约第三名好看 嗯 好看 28中约第三名好看 第三名好看 差不点笑话 那你为啥不喜欢他 还跟人结婚 他有一个生活 他就能慢慢慢慢就跟那女孩子 能培养出感情 自己条件太差劲了 嗯 所以你觉得 人家同意我就没有意见了 对 你就感觉我这条件 还挑什么我喜欢的呀 对啊 所以说你就相当于委屈求全 是 啊 跟一块过了 对方怀疑你 竟怀疑你啥事 你从你的鞋 从你的空埋去了 你们厂子离亲男公儿 近 你是威脅 没什么事 这女孩坐你大腿上唱歌 他就认为有个女孩 坐你大腿上唱歌 啊 对啊 就是没有房 这就是一大要害 我问的 这就是病病 你刚才说你的前妻 对你疑神疑鬼 是因为她自己 在这些方面不行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词是什么 就是物极必反 你说你到我们的舞台上 你主要谈的是 我没有房子 我对方有房子 我就去 是因为你没有房子 所以物极必反 这她是因为 她在夫妻生活方面 她自己不行 所以她疑神疑鬼女 这都是属于自己内心的 一种心理的作祟 我都看男生 一号女嘉宾 您是那种疑心很大的女士吗 不是 你对男士放心吗 放心 能放心到什么程度 随便 随便晚上不回 晚上不回来也行 如果有事情可以不回来 一宿不回家 对啊 打个招呼 我说人家有事情啊 因为什么 我觉得男人 虽然现在不能像黄的一样 三妻是妾 但是她可以有她自己的喜欢 她只要对这个家负责任 对我负责任 她自己就知道自己怎么做 家里红旗不倒 外边采集飘飘的生活出现吗 你对她那么信任 她也不会那么做 对啊 她不会 比如说她在外边有问题 但她不会营养到家庭 你也可以接受 应该吧 就是女嘉宾没有受到过伤害 对对 她觉得这样的人不存在 所以看别人都很好 因为我觉得爱都自私 你要真正遇到你喜欢的 你刚才你就会推翻你刚才的言论了 这样吧 就是女嘉宾说的这个观点 吓我们一跳 那么她有怎样的感情经历呢 我们过头来看一看 人这一辈子 福不能想得太大了 前半生我是非常幸福的 最后落得孤艳单飞 我和我爱的感情 是非常非常深的 是被左邻右舍和朋友所羡慕的 我自己也很陶醉在这个感情当中 我和我爱是同爸爸的同事介绍的 婚后非常幸福 结婚那年就买摩托车 当时为数很少 97年开始有私家车了 她就每天接送我上班 身边人都对她说大手指 没有说她不好的 记得16年的6月20号 那天我们团队要演出 她清早起来送我出门 然后告诉我 11点钟要接我 当时我说不需要 我说的我要演出 你自己玩的时候一定照顾好自己 中午呢要吃饭 吃要炒菜 不要用面条来对付自己 我们俩分开以后 结果恰恰就在11点 她要接我这个时间 突然给我来了个消息 人不在了 她这一走啊 给我晃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 也无法面对今后的生活 以前一说的这些 我就掉眼泪 现在平静了一些 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 比较合适的人 认识她以后呢 我确实也很欣慰 因为她带我旅游 带我出去玩 每次干什么都陪着我 我也很享受这种安全感 不知不觉在一起 有二年多 在这期间呢 我确实感觉到 从精神跟方面非常愉快 也很依赖她 结果有一天她突然走了 留了一封信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婚姻没有保障 因为我没有想好 我们在一起就是哥们一样 她就是我的哥哥 我的朋友都说我太傻了 傻也不图人家 人家最后还是走了 为什么 就因为我没想好 不领结婚证 但是我不后悔 对于下一段的感情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找一个 有学识又修养的男士 他能懂我 能呵护我 能陪我走完余生 这样的人你在吗 我期待着你 我期待你们都会对吗 我期待